我們也很想在香港人的心理健康上有一個比利筒 而催眠治療、自我催眠 就是一個很適合心理健康的比利筒 我是Charles 是一位催眠治療導師 平時會做一對一的催眠治療 也會教授催眠治療的課程 寫兩個建議 這裡找出來就可以了 不要全部都寫完情況情緒 催眠治療其實是心理治療的一種 用最簡單的冰山理論來解釋 例如我們去到冰島 在水面見到一個很大的冰山 這是一個表面 就像現在你聽我說的 見到我的動作 但其實這個冰山在水底有一個很大的面積 那個才是我們的內在 我們一些情緒、期待、價值觀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透過催眠治療 去見到的潛意識的部分 其實我們每早上鬧鐘一響的時候 可以立刻醒、立刻睡 可以聽到外界的聲音 可以和自我對話那段時間 就是我們的催眠狀態 我們只是將這兩秒鐘 大概拉長成為三十分鐘 接觸我們的潛意識 去將我們的情緒困擾 慢慢去解決 剛才提過催眠狀態 就像睡醒的狀態一樣 你想想我可不可以睡醒的時候 問你你身份證碼幾號 銀行碼碼幾號 你立刻醒 催眠狀態也不會問到你的秘密 是你自願的 所以放心不會偷到你的銀行碼碼的 催眠狀態很容易可以親歷其境 見到我們的過去經歷和未來的想像 所以很容易可以對於人或事物 有不同的觀感 甚至改變角度 亦都可以將我們過去的行為 有不同的認知 改變我們的情緒 接納我們的情緒 令到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 重回日常生活 想現催眠治療課程 除了可以做註冊催眠治療師 專科催眠治療師 例如疑科催眠治療師 人際關係催眠治療師等 還可以做一些工作科的導師 例如催眠減壓工作科 緩解失眠的工作科 香港人其實真的很繁忙 平時有傷風感冒 就是吃了比利痛 真的很嚴重才去看醫生 我們都很想香港人 在心理健康上都有比利痛 而催眠治療 自我催眠就是一顆心理健康 很適合的比利痛 所以我們在催眠治療師課程 會要求催眠治療師 是一對一實體去處理一些心理健康 希望做到香港人的一顆心理上的比利痛 我們都希望在過程中 跟香港人一起成長 不論疫情遇到任何情況 我們都可以提升我們的心理健康